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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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一张内容出题的分值并不少 2018年就给我们出到了20分 所以说2019年这边出你10分是肯定没问题的 那么我们继续我们上次课的内容 周一我们讲的 那么在讲之前我首先补充一个内容 就是我们在讲操作平台 高处作业操作平台的时候 我们分移动式的落地式的 还有什么悬条式的 对吗 都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规定 那么关于移动式操作平台 我们说过 因为移动式的它的安全性能应该是 相比落地还有悬条是最差的 所以说那么不能太高也不用太大 因此我们的面积不宜超过10个平方 高度不宜超过5米 那么还有一个高宽比 对不对 我上次随便图上就画了一下 那可能有同学有疑问 所以说我把高宽比再给一个 就是比方说就它的平面积而言 那它就它这个操作平台的这个水平投影面 它就是一个长方形 是不是 那它长方形的话 那肯定是有一个长边 有一个短边 对不对 那长就是长 宽就是宽 短边就是宽 所以说就这个图上而言 其实大家能够看到 这个方向就是长 这个方向就是宽 对吧 因此高宽比不大于2比1的话 也就是说如果我的高是2的话 那么我的宽度就应该是大于等于1 是不是 我的宽度就应该是大于等于1 再一个就是施工贺载是1.5000牛每平方米 是吧 那么我们落地式的还有悬条的其中 悬条的施工贺载是最大的 是吧 好嘞 我就补充一下这个 我们都知道高宽比是哪一个指标就可以了 好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我们合同与成本管理的内容 下面我们讲到了我们这一部分的第三节 就是工程造价管理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个几个概念 这几个概念其实应该大家是非常清楚的 工程经济应该老师都给大家讲过了 是吧 就是说在我们不同的建设阶段 我们的工程造价不是一出而就的 不是算一次 而是什么随着我们建设程序的深入 是由浅入深 由概略到精确的这样一个计算过程 是吧 所以说我们在不同的建设阶段都要进行造价 是吧 进行工程造价的计算 那么工程造价在不同的建设阶段 那么它有不同的名称 有不同的这个精确度 用到的定额也是不同的 分别有投资估算 概算 然后有预算 有合同价 结算价 还有竣工结算 是不是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在我们一个项目 建设程序的话 那可以有很多的分类的方法 我们按照现在这个比较细的分类方法 比方说在最初就是我们的决策和可行性研究阶段 比方说在可行性研究报告里边 我计划要投资一个房地产项目 投资25个亿 那25个亿就是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个什么 投资估算 为什么叫估算呢 此时你有没有图值啊 没有啊 只是一个大概的 对不对 你这时候还没有进入设计院 还没有进入实操阶段 只不过论证一下这个项目值不值得我去投 所以说你这个时候既然还没有进入设计院的具体的来画图的阶段 那么这个项目的这个投资 这个准确度是不是 那那就是比较概略的了 是吧 啊 所以说是他盖的 我要投多少钱 因此叫估算啊 投资估算 他的误差可以高达正数30%啊 这是在最初的项目建议书阶段 当然如果到了详细可行性研究阶段 那么他的误差可以精确到正负15%啊 可以到正负15% 他的误差可以到正负15%啊 降低 那么这个时候他用到的这个定额叫做估算指标 那么如果说这个项目立向了 立向之后就进入实际的一个阶段 比方说首先进入设计阶段 对不对 那么我们设计院做设计 他也不是说一下就给你搞出来施工图 对不对 他是有初步设计修正设计 还有施工图设计 所以说你初步设计呢 我算起来这个叫做设计总概算 大家看一下这个字 概算是不是估算 从名字上你就知道 嗯这个 精确度要比他高 物他要比他低 是不是 那么这叫设计总概算 那么我用到的定额叫什么 叫做概算指标 那叫做概算指标 那么如果说我们的 我的设计图纸 有了一个有了一个进一步的深化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叫做修正总概算 那么定额呢 我也可以用一个更为细的定额 叫做概算定额 啊 这个概算定额 那如果说我的施工图纸 详细的可以拿来施工了 这个图已经可以拿来用了啊 那么叫施工图 对不对 那么施工图 那么这个施工图并不是说设计院画完的施工图 就可以直接拿来施工 他还需要经过什么 首先你的这个设计院的总工 对不对 要审 审完之后你设计院这块过关了以后 你还要送到什么 送到我们这个每个城市的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对不对啊 我们建设管理部门 他会有一个审途中心 是不是 哎 那么政府要有一个监管的职责 他来给你审途如果他认为你这个图没有问题了 这个图才可以拿来做施工图预算 所以说被批准了的施工图才可以拿来做施工图预算 能明白前提条件一定要是被批准了的啊 就审途中心审棍的盖了政府的章的 那么这个施工图预算用到的定额呢 再进去一下叫做预算定额啊 叫预算定额 那么施工图预算你可能听起来有点拗口是吧 我们平时在我们的实际的这个工作当中也不说施工图预算啊 对吧 施工图预算谁都可以做 建设单位做的施工图预算呢 叫做标底或者是蓝标价格 我们施工单位做的施工图预算就是投标报价啊 那明白都是这一套施工图 然后我站在建设单位我根据这一套施工图 然后我制定我的施工方案来算出来我完成这个工程需要花多少钱 那么这不就是标底或者是蓝标价格吗 这是建设单位来算的那如果是施工单位来算呢 那么他算出来的不就是一个投标报价吗 所以说接下来那么我们这个假以双方是不是 根据我们的招投标 那么我们把最优的这个中标单位选出来 双方就可以签订一个合同价 对不对啊 签订一个合同价 当然在这个合同价上我们可能又离不开两种定额 一个是预算定额 一个是施工定额 施工定额又叫什么 企业定额 它是一个私人性质定额 它也是定额子目最多的定额 也是最细的定额 它也是制定我们预算定额的基础 它是一个基础性定额 对吧 那么在施工过程当中 在施工过程当中 我们也离不开这两个定额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中间要算进度款啊 是不是啊 进度款 支付进度款的话 那进度款怎么算出来的 那进度款的支付方式有很多 那有一种就是每个月我们都要报 一一版进行工程计量 是吧啊 报告我已经完成了这些工程量 为什么无缘无故的去报告我们的工程量 并不是来汇报进度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是要钱啊 是不是啊 我这个月已经完成了这些工程量 那这些工程多少钱算出来 所以说你算 工程计量的时候也离不开 算工程款的话 算进度款的话也离不开定额 是吧 那么工程完工了 工程完工的话 那么我们施工单位要和建议单位算一笔总账 是不是啊 我们签的时候合同价是一个亿 但是最后结算的时候可不是一个亿啊 不一定是一个亿啊 如果提前进工了会有奖励 延期了会有罚款 中间的索赔啊 变更啊 现场签证啊 是不是啊 都会引起我们合同价格的变化 所以说那最终的合同价款是多亿啊 是不是啊 结算价 那么把施工单位打发走了以后 那么我们建设单位可以关起门来算一算 从开始筹建到竣工验收交付使用 全过的多少钱竣工决算 竣工决算 是不是啊 竣工决算 因此啊 在这个建设的过程当中 不同的阶段 我们有不同的造价 都是算一个总投资的费用啊 但是不同阶段呢 我们的民传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它的粗细程度是不一样的 它的这个误差是不一样的 用的定额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随着建设程序的深入 我们是由概略到精确 油浅入深 这样的一个多次性计价的过程 那么我们那个误差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啊 就是误差逐步的变小 最大的时候可以高达正负百分之三十 啊正负百分之三十 那么到了这个 到了这个施工的阶段 比方到了施工途预算这个阶段 那么它的误差是正负百分之五 也就是说当你 是不是啊 比方签了一个合同价的时候 这个时候到了招标这个阶段的时候 这个项目要花多少钱 百分之九十五左右的这个费用 已经确定了 对不对 你的施工厨都确定了 施工方案也确定了 谁来施工也确定 所以说你大部分 绝大部分钱就已经投资已经确定了 那不确定的可能就是一些不可抗力啊 或者是我们中间发生的一些变更啊 索赔啊 等等所导致的一个费用的增加 是不是 因此啊 因此我们工程经济讲价值工程是吧 你想作为建设单位 你想省钱 你不要说我到了施工过程了 我我才想呀 我要请价值工程的专家给我想想办法啊 这个施工阶段才发现花这么多钱啊 我没有钱了 那时候不行的啊 给你省也舍不掉多少钱呢 对不对 你想有一个投资 有一个较大的节约 或有一个合理的决策的话 你应该在什么 在这个最大空间 是不是应该在规划和设计阶段 这个时候 你才有一个很大的空间啊 因为这个时候是误差最大 也就是可以变变的一个地方 比方说我们在设计阶段 到底我是钢结构呢 钢金和领土结构呢 还是装配式呢 是不是啊 那你有很多的选择 那每一种都能满足建设单位使用功能的要求 那么我应该选择哪一个呢 既能满足我的功能要求成本还最低 我就选这个 这不就是价值工程的原理吗 用最低的成本实现必要的功能 这个方法和技术就是价值工程了 是吧 好嘞 我们稍带着把这个东西给大家稍微串一下哈 因此在我们建设项目通过立项审计等项目的工作流程后 那么后面就主要就是招投标啊 我们的施工管理以及我们的竣工验收阶段 那么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按照项目的这几个阶段 它不同的造价的名称 那么招标控制架 这是建设单位 在招标的时候发招标公告 如果这个项目我们是采用工程量清单计价的话 那么在招标文件发放的时候 那上面就有一个这个项目 发招标公告的时候就会说 这个项目的控制架是多少 一个亿 是不是啊 这是建设单位算出来的 那如果我们作为施工单位 咱们去投标啊 咱们去投标的话 那么我们所投标的价格 是吧 这是站在施工单位所算出来的 是不是啊 都是这一个项目啊 那么最后 我们双方 就是啊 我们作为施工单位 咱们中标了 是吧 中标以后 那我们要签一个签约合同价 是吧 其实投标的 中标单位的投标价 也就是我们的签约合同价 是不是啊 中标合同价 那个签约合同价 是吧 好 再一个就是 竣工验收的时候 对不对 啊 然后我们跟施工单位 最后算一笔总账 任何项目 记住冯老师说的这句话 任何项目不到竣工验收的那一刻 交付使用的那一刻 谁都不知道他真正要花多少钱 比方说离着竣工验收还有两天 出现不可抗力了 对不对 那你说到哪说离去 一切都是在变化当中的 因此啊 因此只有到交付 竣工验收的时候啊 这个离切尘埃落定的时候 那才会有一个比较准确的一个结算价格 比较准确的一个结算价格 好 没有太多可以考的 作为这个食物啊 我觉得有可能他会考你这个东西 在不同的阶段啊 你可以分成几类啊 有一年考过这么一个简答题啊 考过这么一个简答题啊 就这六个 你把这名字背出来就可以了 好吧 好 相信应该不成什么问题啊 那接下来我们学第二个问题 就是我们工程造价的构成 那么这个其实是工程 经济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啊 工程经济当中的重点 那工程实务也 工程实务 我们建筑实务也是个重点 为什么 因为你就把这个东西搞清楚了 他考你按理题 你才能够答对 那你才能够答对 所以说我们还是虽然经济 大家都学过了 还是要给大家再过一点 好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首先看一下 这个造价的分类 它有两种划分方式 这是我们国家在2014年的时候 教材改版 一键的教材改版 经济这边啊 才有按照两种分类 这也是我们国家在2014年一个大的 呃 关于造价这部分一个大的 一个大的一个变革啊 就是我们造价有两种分类方法 一种呢 是按照费用的构成要素来划分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按照造价构成来划分 那么啊费用过程要素的意思 就是黑一白一白 你是什么就是什么啊 所以说按照人财机管理利润 利润归费税金 就这七项 就这七条 人财机管理利润归费税金 七条啊 这七条 那么问第一个问题啊 比方说大家现在你考过 一级金老师这个证的话 那么你就是项目经理了 是吧啊 你可以当项目经理 中型项目的项目经理 请问你作为项目经理 你的工资在人工费里吗 请回答 在不在人工费里 如果不在 应该在哪笔费用里啊 嗯 企业管理费非常好哈 非常好 项目经理啊 项目经理的公司是在 企业管理费里边 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人工费指的是在 一线作业的工人的人工费 包含什么呢 基本工资 奖金金贴啊 计时计券公司等等 比方说现在这个地方已经进入夏季高温了 是吧 那我们规定的就是啊 户外35摄氏度以上的户外作业就属于是高温作业 那么高温作业津贴属于哪笔费用呢 高温作业津贴应该是在哪个地方呢 就是在人工费里边 那明白 高温作业津贴就在人工费里边 就这个 高空作业津贴啊 等等都在这个人工费里边哈 啊 材料费 人才积吧 材料费呢 不仅仅是材料的原价 也就是出厂价格 你把它运到工地不需要花钱吗 运输过程中的这个损耗不需要花钱吗 包装不需要花钱吗 采购保管 他们老大爷还给你看管呢 是不是 所以说原价运杂运刺还有采购保管 这是材料费的构成 那么施工机 去2014年之前呢 我们叫做施工机械使用费 现在叫做施工机 去啊 那就是哪两块呢 就是施工机械使用费 再加上仪器仪表的使用费 但是考试重点仍然是在这一部分啊 仍然在这一部分 那么比如说 比方说一台挖掘机 一个台挖 500块钱 一个台挖 工人工作一天8小时 叫做工日 机械工作一天8小时 叫做台挖 那么地方挖掘机 一个台挖500块钱 请问这500块钱包含哪些费用呢 那就是他的构成 这500块钱包含 首先 他是一个铁哥的 需要工人来配合他作业 所以说配合机械作业的工人的人工费 是在里边的 也就是司机啊 信号工啊 对不对啊配合他作业的哈 人工费 那么出去人配合 那么机器太沉了 他肯定是需要一个燃油动力 他才可能启动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还需要燃料动力费 那么就是要被本身而言 只要他运转就会折救 他折救 不会白白折救 他为什么折救 为什么损耗 这是因为他产出来工作量了 所以说 那么我们损耗费转移到产品中期的价值 那个东西叫什么 叫折救 设备像人一样也需要定期维护和修理的 是不是 我不光要经常维护 还有大维护 对不对 有一些设备需要安装拆卸运输 再加上车船使用税 就这七项构成 同学会说 哎呀冯老师 为什么又了解这么些 有用吗 我经常举了一个例子 比方说 比方说 由于建设单位的原因 导致我们施工单位啊 多花了五个台班啊 五个挖掘机的台班 那么一个台班呢 假如说是500块钱 那当然我可以提出索赔 在规定的时间内 我提出索赔就可以了 对吧 那么一个台班500块钱 那么造成了五个台班 2500 是不是啊 我们提出索赔 那么请问我可不可以配合这个机械作业的工人呢 这一台设备呢 有三个工人来配合他作业 每个工人一天的工资是100块钱 那么三个工人一天的工资就是300块钱 那么五个台班 那就是300乘以5 就是1500 是吧 请问我还能不能再额外提出工人的人工费的索赔啊 可以吗 能听懂我的意思吗 像刚才我说的哈 能不能额外提出人工费的索赔 不可以 对不对 不可以 为什么 因为这个机械台班里边已经包含了配合机械作业的工人的人工费 不可以额外再提出人工费的索赔 是不是啊 但是翻过来讲 施工单位的这个这个这个 承包经验的总结叫做 中标靠低价 盈利靠索赔 是不是啊 反正索赔嘛 不管是不是 反正我都提出来嘛 哈 那我就要考察一下 一日监理工程师 监理的业务素质过不过硬 是不是啊 如果说监理的素质过硬 就告诉你了 你这个台班费里边包含了配合机械作业的人工费 所以说你不能再额外提出人工费的索赔 就给你五个台班的索赔费啊 一个台班500500乘以5就可以了 对不对 好 那么如果说啊这个业务素质不过硬的话 那有可能就给你审批了是吧 批了你就多挣点 是不是啊 盈利靠索赔嘛 OK 先聊一下哈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 你作为这个 这个项目经理 你的工资啊 就在这个企业管理费里边哈 企业管理费 这个管理费哈 这个管理费 我觉得就是施工企业的管理费啊 就是当然 但是这个管理费并不是企业行政管理部门的 是项目部的啊 是项目部这些管理人员的公司啊 办公啊 财旅啊 固定资产使用啊 然后劳动保险 公司福利啊 这种劳动保护费之类的这种费用啊 那么也就是说除去这些以外 合理的花费 为了完成这个项目 所有的合理的花费 你都给我放在这里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比方说安全帽啊 工作服啊 口罩啊 这不劳动保护费吗 那么我建厂 进厂材料 我们说水泥啊 钢筋啊 等等啊 这些材料进厂的时候 我们要复验是吗 那么这个复验 这个检验试验费啊 就是对一般的建筑材料 购配件进行检查 鉴定的这个费用 叫做检验实验费 他就在我们的管理费当中 以前这笔费用在材料费中 后来呢 是搬家搬到了管理费中 去年还有一笔钱 是搬家搬到了管理费 哪里呢 就是这个税金 以前这个税金呢 是有营业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税附加 那么现在我们盈改增以后了呢 没有营业税了 对吧 那么这个税金呢 就是单只增值税 那么是不是说我们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 教育税附加就不需要交了呢 不是的 我们每一个人还有单位都会享受我们这个城市的福利 享受我们的这城市的公共交通 是不是啊 道路之类的 所以说我们要交这个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是为了使得我们这个城市维护 有源源不断的资金的流入 所以说要收这个税 再一个就是孩子的义务教育 对不对 因此这个教育税附加也是必须要交的 这就是所谓的这个税金 这两笔税都属于管理费的范畴 管理费的范畴 比方说我们交的投标保证金是借来的 那么我们的这个 借来的那个投标保证金的利息 财务费都在这里边 好吧 好来 归费 好 这个刚才有同学可能说这个问题了 对不对 好 这个是忘了给他们 更正了 虽然咱们课本上有这个 虽然课本上有这个 我还是说给你删掉 今年2019版的经济教材最大的一个变化 就是把工程排务费给大家去掉了 贵费 它是看词嘛 规定 谁的规定 政府的规定 哪一级政府 哪一级政府应该是什么 省级 是不是啊 省级比较南京市人民政府不可以 江苏省人民政府 省级政府规定 那么必须要缴纳的费用 就是无险以金 无险就是养老 失业 医疗 工商和生育 再加上住房 公积金 这是 规费 规费是按 规定必须缴纳的 而且 每个企业缴纳的比例都是相同的 所以说它属于什么 它的地位和税金是一样的 属于什么 不可竞争的费用 属于不可竞争的费用 比方说税金 我们说过说今年我们的增值设已经调为百分之几了 百分之九 是不是 虽然课本上还是百分之十啊 但是如果是真考到这个地方 首先我觉得它不会考你啊 因为你教堂没有变化 但真正考你 就按真实的来答 我建议是按真实的来答 啊 这个包括这个工程排务费 而且2018年的建筑事务考了一个大选题 是不是 刚好考的就工程排务费啊 给了工程排务费 最后一次活命的机会 再也不会考你了 因为你已成为历史的过去师了 对不对 好嘞 那么关于这个费用的构成要素 我们简单的把经济的内容给大家再回顾一下 七个人财及管理利润 归费和税机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按照造价的构成来划分 那为什么还有这种划分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 我们有工程量清单计价是吧 那么工程量清单计价 首先有好多同学在特别是在讲工程经济的时候 他会讲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总投资的构成是吧 总投资构成当中有建筑安装工程费 有设备工期具购置费 有工程建设其他费 有预备费 还有建设期贷款利息 现在改为了资金投资费是吧 那么这五笔费用 我想问一下工程量清单计价 你算的是哪一笔费用呢 就像我们刚才讲这个按费用构成要素来划分 你要知道你算的是哪一笔费用 你算的是建筑安装工程费 算的是建筑安装工程费 因此有很多同学说 那个我的肩就是这个施工厨预算和设计概算 他搞不清楚 他觉得他俩 他俩的费用构成完全不同 设计概算 他包含了这个项目 全过程的全费用 设计概算是这个项目 从投资到竣工验收交付使用 这个全过程的全费用 全费用的意思就是 不光是建筑安装工程费 我们说成是建安费 还包括设备及工序购置费 还包括工程建设其他费 包括预备费 资金投缩费 还有我们的流动资金都包括 设计概算是一个全过程的全费用 而施工厨预算呢 施工厨预算算的只是一笔费用 哪一笔建筑安装工程费 那么这笔费用 他有两种划分方式 一个呢就是按费用构成要素来划分 另外一个就是按造价构成来划分 这是14年增加就增加的这个 为什么会增加这个呢 是因为为了和我们的什么 和我们的工程量清单计价相一致 清单算出来的也就是这个建筑安装工程费 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 分成这五个费用是吧 这五个费用后面加上两个字 就是我们工程量清单计价当中的五大清单 就是分布分项工程量清单措施项目清单 其他项目清单 归费清单税金清单 是不是就一致起来了 对不对 这是也就是说 我我盖这个办公楼需要投资一个月 我想知道这一个月都花到哪里了 那就是按这个 人工费多少 材料费多少 机械费多少 管理利润 归费 税金分别是多少 那么如果我想问这一个月是怎么算出来的 那么就可以按这个构成来进行划分 这一个月呢 是由这五大清单的费用的合计加起来的 首先我们看一下 什么是分布分项工程费呢 说白了就是各个工程实体的 各分布分项工程实体的钱 那么就是各专业工程分布分项 比方说我们的地基基础工程 我们的钢筋混凝土工程 我们的气体工程 我们的气柱工程 我们的楼地面工程 能明白 所以说每一个工程 那怎么算它的费用呢 很简单 你的工程量乘上综合单价 量乘上单价 是不是啊 合计就可以了 合计就可以了 所以说那这笔费用叫做分布分项工程费 那么关于这个综合单价 我们要说一下 这个综合单价包含哪些费用呢 这个综合单价包含除去归费和税金之外的其他 你说除去归费和税金 刚刚我们是不是讲了 我们总费用是七项啊 把归费和税金减掉就还剩五项 哪些呢 人才及管理利润 当然我们要考虑一定范围的什么风险的费用 有风险费吧 有 虽然说它不在我们费用构成要素里边 它是一个 但是它是我们价格的一个隐含因素 是不是 它是一个隐含因素 它虽然不是 因为你风险嘛 风险就是一种 呃 就是不确定的一个东西 但是这个按照费用的构成要素的话 不能把风险放到里边 也不会给它开启一个单独叫做风险费 因为它是虚的 对不对 它有可能会有 是不是这样啊 所以说 要考虑一定范围的风险 因为风险呢 一般都是有一个风险系数 比方说我利润多一点 可能这个风险已经能包住了 是吧 好嘞 就是关于分部分项工程费 我就讲到这里 哈 那么接下来我们说一下措施项目费 上节课结束的话 还记得我们那口诀吗 措施项目费那九个字还有印象吗 二大爷是不是 二大爷脚以动 特安定 是不是 那就是措施项目费啊 那么在措施项目费当中 最为经典的就这个东西 安全文明施工费 它包含四项费用 是吧 这个四项费用你要记住的 食物也好 经济也好 法规也好 有一年 我不记错 应该是2015年吧 三个科目 全都考到了安全文明施工费 可见它的重要性 它包含四个费用 安全施工 文明施工 环境保护 加临时设施费 这个临时设施费是哪家企业的 是施工企业的 不是监理 也不是建设大卫 OK 好 那么其他的我就不多说了 那么关于这个措施项目费的计算呢 这个它有两种计算方 有两种计算的方式 那么有一种呢 如果说这个措施项目费 它有工程量 能够准确计算工程量的话 那么量乘上单价 合计就是这个 如果说它不能算出来工程量 无法计算工程量 那么它就应该以什么位单位 以项目的项位单位 求个合计就可以了 那么能够算量的措施项目费 只有三个 我说最常见的只有三个 哪三个来着 我们上节课讲过了 还有印象吗 能够准确计算工程量的措施费 有主要有三个 哪三个呢 模板 小手架 垂直 运输 那三个 有工程量 那它就会有单价啊 量乘以单价 合计就是措施费 那么不能 不能算量的 它的单位就是以项目的项目单位 一 那么这种措施项目费 比方说安全文明施工费啊 夜间施工增加费 二次搬运费 他们怎么算呀 就是告诉你一个计算基数 然后乘上一个费率就可以了 好吧 哎 这就是一种 就这种叫参数法计价 我们工程经济上 这种方法叫做参数法 对不对 啊 叫做参数法 说白了就是 给你一个计算基数 给你一个费率 那像这种呢 就叫综合单价法 适合可以独立分包的 那叫分包法计价 是吧 工程经济上这个点 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每年一定好价价啊 好 其他项目费 这个其他项目费呢 啊 赞列金额 期日工 总承包服务费 还有占估价 那么这个占估价列在这儿 是要打一个折扣的哈 其实不能列在这儿啊 列在这儿也行也不行啊 这个东西考试的时候 绝对不会考你 按照造价构成来划分 其他项目费包含什么 绝对不会这么考你 为什么呢 我先说一下 我们工程经济的教材当中 其他项目费只有这三个 一个是赞列金额 一个是日工 一个总承包服务费 没有赞估价啊 为什么 你看他名字赞估价 赞定的一个什么东西啊 价格 比方说钢筋甲贡材 钢筋一吨五千块钱 我作为赞估价 放在了我的这个 其他项目费清单里吧 难道这五百五千块钱 还是其他项目费吗 那钢筋一吨五千块钱 请问你这个项目用的 所有的钢筋乘上五千 这笔钢筋费放在哪里 请问按照这个赞估价 算出来的钢筋费 是放在其他项目费里的 还是放在分布 分项工程费里的 请大家回答 请大家回答 按照这个赞估价 算出来的钢筋的费用 应该放在哪里 还有说放在材料费里的 是 是放在材料费 但是材料费 按照造价构成来划分的话 应该放在什么分布 分项工程费里面 放在分布 分项工程费里面 那么归费和税金 我们就不说了 和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费用过程要素来划分 是一样的 因此我想问一个问题 请问分布 分项措施 其他项目费 都包含哪些费用要素呢 比如说分布 分项工程费 措施项目费 其他项目费 都是由哪些费用要素 构成的 那些费用要素 包含贵费和税金吗 不包括 贵费和税金是单列的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三个东西 都包含什么 它的构成都是由什么 人财 机 管理 利润 构成的 明白了吧 相当于 刚才那种划分呢 是 横向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一个纵向 反正就是一个横 一个纵 对不对 就是分类方式不一样 那只是分类方式不一样 好 非常好 我看 人财 机 管理 是吧 人财 机 管理 利润 好嘞 你按你的方式 我们这样子的话 就把这两种构成 给大家收理好了 接下来 咱们既然说都知道怎么样 这个费用包含哪些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怎么来计算这个费用 好吧 依据我们清单机价规范 结合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我们建筑安装工程费的项目组成 2013年44号文 目前是最新的 我们的计价程序 首先分布分项工程费怎么算 那就是它的量成上综合单价 是吧 所以说在当中 那么这个 其中 因为我们说过这笔费用的话 也是包含人财 机 管理和利润 是吧 也是由这五个要素构成的 那么其中这个管理费怎么算呢 这个管理费呢 是以这个人工费或者是人工费与机械费或者是人才机的核作为计算基数 再乘以相应的费率 那么这个管理费呢 是将企业各个层级的管理费与合并 不再将企业项目部发展的管理费分开计算 就是说这管理费是一个总的既有项目部的也有企业的 主要是项目部的这块的费用 当然都有 你少不了总部对你的管理和支持 是不是 好 那么管理费严格意义上讲 就是我们严谨来讲的话 它的计算方式 不同的项目有不同的计算的 不同项目的类型 它有不同的计算方式 可以人工费作为计算基数 也可以是人家排 人家机也可以是人才机都可以 不特殊说明管理费的计算基数 一般是人才机的核 为什么有的时候 是人工费呢 因为有的项目它不发生材料和机械费 能明白或者它很少发生材料费和机械费 所以说它就以人工费 作为计算基数 那么你比方说安装 对吧 那安装的话 那主要就是人工费和机械费 那材料费很少发生 所以说它的管理费呢 就是以人和机作为计算基数 能明白了吧 但是如果不特殊说明 一般情况下 管理费的计算基数是人才机的核 好 接下来利润 利润的计算基数呢 是人才机加管理费 这四项的核 然后乘上一个费率 乘上一个费率 这一点是经常考到 经常考到 大家一定要注意 经常考到 好 那么措施费 按我们刚才讲的 能算量的呢 就是料乘上价 是不是啊 然后求个合计 那么不能算量的呢 就是以项目的项为单位 每项多少钱 所以干嘛求个合计 是不是 那么其他项目费是什么呢 比方说我们的战略金额啊 战略金额是应对风险的 是吧 用于我们施工合同签订时 尚未预见的 在施工过程当中 可能会增加的一些材料啊 设备啊 服务的采购啊 签证啊 变更啊 索赔啊 等发生的费用 所以说战略金额啊 比方说我们施工图值以外的 零星用工的那笔钱叫什么 叫基础工是吧 啊 总承包服务费 是不是啊 我作为总包 我要负责分包 我要负责分包单位的管理 是不是啊 资料的汇总 意思 我作为总包单位 我要 我要收费的哈 总承包服务费 对不对 当然 赞估价 钢筋一吨五千块钱 是一个赞估价 它也可以是一个什么 也可以是一个 呃 一个工程 是不是啊 一个专项工程的一个赞估价 比方说我们这种楼的所有的防盗门是分包的呃 是不是啊 是分包 那么这个占估价是一百万 那他就是一笔费用 对不对 他就是一笔费用 他既是这个防盗门这个项目的一个单价 他也是这一笔费用 是吧 啊 就是这个 这个包 单独分包出去 现在我是在总包招标阶段 是吧 还没和分包谈 那但是你总包的合同里边是包含这个分包的 那这个价钱怎么办 先暂定一下 暂定就是占估价 是吧 一百万 因此他那个时候也是一笔费用啊 那么其他项目费 刚才我说的 暂列金额 单股价 继续工组成包服务费 就会和 归费呢 按照政府的规定 是不是啊 那么他的规定啊 这个五险一金的计算基数呢 是定额人工费 他的计算基数是定额人工费 是这个项目里边所有的人工费 那这个人工费是按定额测算出来的 所以说 所以说叫做定额人工费啊 定额人工费 那么税金呢 指的就是增值税 税金怎么算呢 就是前次项的核乘上一个税率9% 得出来的就是税金啊 如果我想知道我的总造价是多少 那么就应该是前次项的核乘上什么 一加9% 是不是啊 这就是我们一个项目 他的总的工程造价算出来的是建筑安装工程费 是不是他的整个的一个计算的过程 我简单给大家说了一下 这一块是极有可能考大家案例题的 而且他是一个高频考 连经常考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题目 好吧 来一个你所谓简单一点的啊 那么某建筑单位投资兴建一个住宅楼啊 以前200个平方钢筋混凝组的框架结构 地上应该地下一层啊 地下一层地上七层啊 工程庄采用泥浆户壁钻孔关注庄 土方开挖范围内有局部的治水层 然后经过公开招标 那么某施工单位中标 那么我们是按照施工合同示范文本来签订了这个合同 那么质量目标是合格啊 不是优秀 也不是良好 那么发生了以下事件 我们来看一下 事件一又来了 施工单位对中标造价进行了分析 费用构成情况是这样的 分部分项工程费是3793万 措施项目费是547万 小手价的费用是336万 再列金额是100万 其他项目费是200万 规费及税金是264万 从这里你就知道他肯定要问你什么 肯定是问你我的这个中标工程的造价是多少 是吧 中标工程的造价是多少 是不是说我将这些东西求和就可以了呢 这里边有一个干扰项 请问大家这里边哪个数字是打扰项 这个造价造成来划分 那5个费用就是分错 其他鬼水啊 说这么多 哪些费用是 哎呀好嘞 336100都是啊 是不是 是的啊 336和 缴手价的费用是含在这个措施费里的 是不是啊 二大也 缴移动 里边有缴手价啊 所以说这个是干扰项 是吧 那再一个就是其他项目费包含什么 其他项目费包含 暂列金额暂顾价 这两个带暂的都在里边 再加上什么 技术工程包服务费 对不对 所以说它是包含在这里 但是因此这个也是干扰项 是吧 啊 这不 这个考法和刚才我们看的那个不太一样 这个呢 是考你总分的关系 它包含了这个 对不对啊 看看你能不能看出来 那么刚才那个题呢 是把费用过程要素 还有造价过程 两个混到一起的 对不对啊 好 这是这个问题啊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说 项目完成 这个胶灌注的 泥胶循环 清孔工作以后 随即 放置 钢筋龙 下导管 装身混凝处 灌注 那么胶注到 装顶设计标高 这肯定不够 对不对 我们肯定还要超贯一部分吧 那么事件三 由于地质复杂 距基坑边 五米处为 居民的住宅区 因此在土方开挖过程当中 阿台专人要随时观测周围环境的变化 那这是必须的 对不对 四地下室结构完成呢 事工单位自检合格以后 项目负责人 立即组织总监 即建设 勘察 设计项目负责人 进行地基基础分布验收 用考这个事情 是吧 地基基础 这个分布工程的验收 谁来组织啊 事工单位 肯定是不可以的 对不对 这时候需要总监 或者是建设单位的项目负责人 他们来组织建设 勘察 设计 监理 施工 对不对 这些单位的项目负责人 及相关的人员来参加 是不是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事件一 除税金以外 还有哪些费用在投标时 不得作为竞争性费用 能回答一下吗 除了税金以外 哪些费用在投标的时候 不能作为竞争性费用 非 好 那么应该是 归费和 归费和安全文明施工费 你不要只给我答一个 对不对 你不要给我答一个 那么计算这个 中标造价是多少 刚才我们知道了 有两个打扰箱是不是 好嘞 那么我们工程造价有哪些特点 这个特点很简单 这个单件性 大额性 差异性 是不是 等等 那么让我们指出 事件二当中 刚才说了 有二次轻孔 要超怪 对不对 好 并写出正确做法 事件三就是在 同方开挖过程当中 我们还应该 注意检查哪些 那不光光是你作为环境了 你本身你坑壁 是不是 你的开发的尺寸 位置 然后成降 是不是 这都是要 所以说这个东西 我们在讲第一基础的时候 我们都讲过了 要注意哪些事项 是吧 那一块打上就可以了 那么验收 有哪些不妥并说明理由 其实这些 这三块 我们就不用多说了 我们只说这个 事件一 是吧 把案都放在这里了 这个地方 安全文明施工费和归费 不要只说归费 还有一个安全文明施工费 对不对 这个合同这样没问题 是吧 那你的造价的特点 首先你的这个大恶性 大恶性 然后个别性动态层次 这个个别 还有那个差异性 你记一下就可以了 是吧 这个我们在讲工程造价 比方说给本课生讲课的时候 在第一节 第一章训论 就会讲到 它的这个层次性的意思就是 比方说按造价构成的话 有分不分像措施 其他归费税金 这个东西要求和 是不是 所以说是一个层次性计价 再一个就是动态的 动态就是你一开始有合同价 然后你最后还有结算 为什么 为什么不一样 它中间会有变化 是吧 中间会有变化 那么不妥之处 不妥之处就是轻孔 没有说超管的事 是吧 交 对 这个 有超管 就是要进行下导管之前 刚才有同学在这个上面说了 让我呼吁了 对不对 那么有一个二次轻孔 然后不能交到你的这个设计标高 还要有一个超管 对不对 至少要零点五米 对吧 大个差洞层 行 大个差洞层 好 可以 好 就是关于这个 同方开挖 还要检查你的开挖的平面位置 高层 是吧 这种东西 再一个不妥之处 首先你自己 它来组织是不可以的 对不对 再个项目负责人 立即组织也不行 是吧 自己看一下 好吧 这块我们做过好几次 是吧 好嘞 关于这个题目 我们就讲到这里 好吧 Clinton 嗨 等一下 days id 还 个 info jobs ら m